就是说要对事业单位的每个人的工作细效进行比较好的评估 其实是很困难 所以那个其实这个人有嘛 我们办考核的话 就是看他每天的工作日志 那一个星期下来到底有什么事情 那么如果有比较大的事情 比如要组织一个会议啊 他有那个什么样的工作啊 或者说我们去事业单位里面有一个比较大型的活动啊 或者有个什么教学改革方案啊 他做了什么样的工作 所以那个从来讲还是比较困难的 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在刚刚结束的新闻发布会上 评价中国在稳定世界经济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就在昨天温家宝会见市行行长佐利克的时候也表示 中国经济正处于企稳回升的关键时期 我们不会改变政策方向 我们将继续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 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我们注意到这是两个月以来 政府高层以及相关部门多次表态 强调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会改变 自从7月7日 温家宝总理表示 坚定不移地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来 两个月以内 中央多次强调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不变 7月29日 中国人民银行通过官方网站表态 将继续执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这是央行在6天之内第三次做出此番表态 8月7日 在国务院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 发改委财政部和央行表示 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8月7号至9号 温家宝总理在江苏考察再次强调 坚持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不动摇 8月22日至24日 温家宝总理在浙江考察时又强调 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中央为什么一再强调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 屡次强调的背后有着什么样的现实原因和考量呢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本台评论员王志安 志安中央为什么屡次强调宽松的货币政策 这有什么现实的原因和考虑呢 我觉得今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率先复苏 确实给全球的经济做出了一个表率 那么在经济现在整个复苏还不平稳的情况下 中国复苏的路径确确实实是需要坚持的 那么中国的复苏路径我觉得可以概括起来是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实际上是投资 第二个方面是内需 第三个方面是外需 也就是说这三个方面是我们国内经济过去的三驾马车 那么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后 由于整个的外需的情况受到影响之后 政府就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积极的货币政策 来拉动投资 这是一个方面 这一点现在看起来是非常有效的 另外一方面在内需方面 也是通过积极的货币政策 然后来刺激房地产市场和汽车的消费市场的启动 这一点